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知道在美国比如找工作 升学等等 很多都需要推荐信 绿卡申请也是如此 那么为什么要这个推荐信呢 移民局的官员 公务员 官僚 不了解这个申请人工作的专业性质 到底这个成就多么重大 有多么有意义 所以推荐信这个原则道理是说 本领域的专家来提供背书 来讲到申请人的工作很重要 得到了承认 就是为什么要推荐信 那么怎样找推荐人呢 一般来说原则上 比如说有一些所谓独立推荐人 没有和申请人一起工作的 可以提供更客观的推荐 一般来说好一些 同样在其他情况同等的形式下 比较有名的推荐人会好一些 比如说我们有的申请人 有来自诺贝尔奖得主的推荐信 有来自院士的推荐信等等 这样往往会更好一些 这个是多方面的 另外呢就是对申请人的工作比较了解的 这样的推荐信呢可以言之有误 更多的讲到申请人的工作的一些细节 一些对本领域的影响 那么引用过申请人工作的 他可以讲到说 我为什么引用了申请人的工作呀 他的研究对我们组啊 对我们这个领域呀 有什么样的具体影响 那么这是推荐人的一些取舍 我们另外呢也有一个英文的视频 讲到了关于推荐信的一般的基本原则 大家可以参见 那么关于这个推荐信里面写什么啊 那当然除了一些综合性的评价 一些这个赞美的词语以外呢 要讲到申请人具体做了什么工作 这个工作为什么是重要的 关于联系推荐人 关于准备推荐信的一个步骤呢 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 首先呢 这个情况因人而异啊 有的申请人比如说联系很广 能够找到很多人提供推荐信 有的人呢可能不容易 那么所以呢 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 根据我们的经验 目前呢很多时候有四封推荐信就够了 那么申请人呢 可以先根据一个排序 比如说首先确定说 推荐人能够提供比较强的推荐信 在这些人里面 优先选取引用过你工作的人 没有和你共同发表文章的独立的推荐人 和你在同一领域更加比较有名的人 或者最后呢是其他的一般学者 按照这样的顺序呢 你可以列出潜在的 有可能为你签署推荐信的人 比如列出五到十位这样的人 每一个人呢包括学者的姓名 他的工作的网页 以及呢他是怎样了解到申请人的 什么样的工作 这样呢你提供预备名单 然后我们在律所呢会相应的阅读 这样的名单 结合申请人的条件背景情况 然后提供我们的建议 说优先呢联系哪些推荐人 那么申请人呢联系了这些人以后 收到足够的确认呢 那么就可以用这些名单上的人 如果没有收到足够的确认呢 那再联系其他的学者 根据上述步骤呢 在确认了推荐人以后 申请人可以标记一下 说哪些推荐人答应来签署推荐信了 同时呢再提供 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其他的申请 用到的supporting材料 那么我们在收到这些材料以后呢 可以为申请人相应的准备稿子 申请人在收到了推荐信稿以后呢 可以进行审核 如果满意了以后 再发给推荐人 请他审阅签字 这是我们一般准备这个推荐信 以及取得推荐人签字的流程 那么如果有更多的问题呢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